《作词》 因为那时候戴起来戴得有点单调 日子过得很枯燥 所以我自己在家里学唱台语歌 来疏解自己的压力 没想到在家里唱着唱着 我老公就说 那么喜欢唱歌 我帮你报名 我想说真的吗 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帮我报名了 然后我心里想说 如果我能透过在电视比赛 可以把影片传给我对岸的家人 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在台湾这么的健康 这么的快乐 我觉得他们也比较放心 其实我孩子在生出来的六个月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有点怪 那个怪最主要是表现于他的眼神 没办法跟人家互动 叫他也没有反应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担心啊 想说会不会是自闭症 那时候我自己在想 我赶快就是上网找资料嘛 然后我就越看越担心 后来我就怀着不安的心情 我抱着他去医院求诊 当然那时候他还小啦 就是医生也没办法马上确诊 到两岁的时候 然后就是被确诊是自闭症 当下我是没来得及难过啦 我就想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接下来能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 所以我当时是把那个母亲的角色是抽离的 因为我一旦放入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会很焦虑 我会幻想说我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 我才会令我孩子生出这样的孩子 所以我当下就是马上抽离这个角色 所以想说接下来怎么样帮助他 就是以前我很急性子 然后孩子出生之后呢 磨掉我很多的那种很毛躁的个性 我会变得就是比较有耐心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教孩子怎么绑鞋带 光是这个动作就教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 没关系 只要孩子有一点点进步 我们就OK了没有关系 身为母亲的我 哪怕我小孩子有某一方面的缺陷 我还是我觉得很爱他 不管未来有什么样的困难症 等着我跟孩子 但是我们有爱 心中有爱 就会不怕一切 我会牵着他的手共同面对 我觉得这就是爱的力量 我会儿像是一个好严重的 一个好严性的 有什么好严肯度 我们下识地的 有什么好严肯度 是什么好严肯度 有什么好严肯度 这就是我好像在这里 我好好的